这个板块的 我们的中国舆论场 进高校环节 要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的记者贾雪纯 是走进了清华大学高等学府 今天雪纯要带我们和同学们 一起来交流互动 雪纯 时间交给你 你好 好的鲁建 现在我所在的是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教室 同学们正在收看咱们的节目呢 来 同学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们好 同学们好 咱们节目现场正在聊有关 强国利器的话题 那么我了解到有一个同学 他的专业跟咱们的主题特别有关系 让他来给咱们介绍一下 嘉宾老师您好 我是学习军备控制专业方向的 然后对咱们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也非常感兴趣 在这儿呢 有问题想问一下咱们的嘉宾老师 就是我非常关注咱们解放军的 一支神秘部队就是火箭军 马上就要到咱们火箭军 一中飞的生日了 近期呢 从其门上看到 咱们火箭军在寒军 在韩区进行了实战演练 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老师 咱们解放军在韩区的演练 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呢 我还想补充一下 虽然我的研究方向 并不是军备物质 但是呢 作为一个 国际关系的就是学生 然后我平时也对这个话题 比较感兴趣 已经看到美国军军 他们的三种导弹系统 能够拦截中国的 航母杀手冬风21D 我想问一下这个说法 到底靠不靠谱 然后我特别喜欢李莉老师 这个问题我想请她回答一下 谢谢 两位同学的问题 那这样吧 我们都请李莉老师来回答 因为还是有相关性的 既有火箭军 还有冬风21D 我们请李莉老师 到这个大屏幕前来 好的 确实我们看到 网上有一些说法 说美国有些人号称说 美国有三款导弹 可以拦截这个冬风21D 是的 所以我们不妨 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 好的 来回应好吗 好的 然后再说火箭军的话题 好的 我觉得应该这个消息 我也看到了 而且也比较关注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恐怕它还是一个 主观上的臆测 因为真正的实践环节 并没有达成 按照现在这个美国网站 它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它这个所谓的三种导弹 是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 第一种就是标准三 但它这个标准三 有可能是block 2B型 就是和我们以前 所知道的标准三 本身弹体它做了加粗 导引头变成了两个导引头 那么这样的话 它可能在空中识别目标的时候 它的拦截精度会提高 这个是属于推力更大 这样一个基本的设计 那么第二款 它上指的就是标准6 这个标准6 这几年大家应该对它 也是比较了解的 就是说标准6 一方面可以反舰 那么另一方面可以反导 这个是美国在海上的 一个装备的利器 而第三个 就是大家熟悉的萨德 我们刚刚谈到了 韩国的萨德系统 所以现在它所指的 这三星导弹 并不是说好像美国未来 应对未来的东方2B的 相关的这个情况 然后做出了一个 针对我们东方2B的 这种拦截的安排 我觉得恰恰是 它认为它现在 研发这个导弹 对于目前东方2CD 这种型号的导弹 需有一定的拦截能力 那么从我来讲 我觉得并不完全 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理论上 它存在这种概率 而且概率还不高 但是从拦截效果来讲 未必能够完全达成 未来的这种效果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就是我们知道 你不管是它的标准3 它的拦截目前的这个距离 它设定是在 500到700公里 我们指的是射程 而这个射高 它显然是在大气层以外 也就是起码来讲 几百公里到 上千公里这个高度 它是可以做的 那么你要想 在这个高度拦截 它是有条件的 就是你东方2CD 我们知道 至少有上千公里 或者两千公里 左右的射程 那么你必须要 足够地靠近 我们东方2CD 导弹的发射区域 在这个弹道的最高点 你要达成这个拦截 你恐怕才能实现 这个拦截效果 所以当时你的 宙斯顿舰 本身在什么位置 直接决定了 这个拦截的效果 我觉得本身 它是需要条件的 而对于标准6来讲 我们大家如果看过 标准6的弹体 你就会对它的 拦截性能 又会产生新的认识 就是标准6本身 它的弹体很细 那么你如果是精度不够 作为动能拦截弹头来讲 它本身 它可作用的区域 非常有限 所以我觉得 包括后续 我们知道萨德 这几年 我们谈论的 已经非常多了 这些导弹本身 理论上 我们说确实 它具备 拦截导弹的能力 但是对于东风26D 这种中远程的 而且是超过几千公里 这个导弹 在入断的速度 相当大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实现 有效的拦截 我觉得这个本身 它是不能说 我笼统地讲 我能拦截就能拦截的 需要实践来检验一切 还有刚才 这个男生的问题 好像是在清华大学里边 是学军控专业的 对吧 所以跟我们节目 还真是 有很多的关联之处 所以这个火箭军 在韩区的训练问题 请您回应一下 好的 我觉得火箭军 大家对它很关注 原因在于这是 我们去年12月31号 刚刚诞生的新的军种 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 那么今年7月1号 也全部换装了新军装 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集中的展示 就是对于火箭军 未来综合作战实力的展示 因此大家会发现 今年作为海空军来讲 它的训练的科目很多 那么对于火箭军来讲 它的训练科目 同样很多 而且我们几乎覆盖了 所有的我们目前 能够打的这种弹种 几乎全部覆盖了 所以这个也是能量的 一个集中的展示 而对于寒区作战 我们知道 它和一般的地区作战 它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寒区作战 它有很多的东西 是对于你现有装备的性能 可靠性的一个综合检验 你比如说坦克 你在平原地区可以作战 你在高原地区 未必能够作战 你在高寒山区 未必能够作战 所以比如说一些传感器 你的精度 你的芯片 包括你的弹体 整个的这样一个 整个我们说打出去以后 你整个的弹道 可能会发生细微的改变 而在寒区很多的芯片本身 它恐怕可靠性 也会产生一定的地减 那么你这个地点 它可能的概率有多少 它占到我们整个导弹数量的 可能是什么样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呢 它是需要实实在在地 做测试的 这个就像我们把很多的部队 从东南沿海 我们会拉到中部 拉到西部 拉到北部 主要检验的就是 由于地形的不同 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 它对于导弹本身的可靠性 会产生影响 而这个可靠性 直接关联到未来 我们作战的胜败 所以是必须要 平时进行检验的 好的 谢谢李老师 请您回座